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大亚湾的碧海湾旅游度假区 这里有大亚湾唯一的山海之间的漂流项目 也有家环境优雅,风景相当不错的山谷民宿 有儿童的水上乐园 同时也有用来给公司进行户外团建拓展活动的区域 这个景区14年时获平国家3A级景区 我是选择国庆之前来这里把度假区内的主要景观都逛了一遍 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重新开业的度假区都有哪些可玩的地方 首先,这里目前核心主打的游乐项目就是漂流了 整个漂流从山间的小水库开始 一路顺着山市沿着山谷向下 而漂流的核心主要就两点 一是水道顺山坡而下过山车式的刺激感 另外一个就是集体打水仗的欢乐 碧海湾这个漂流道总体不算很长 但整个漂流过程设计还是挺不错的 前面的行程中有几处落差比较大的区域 而后半部分就相对平缓 而且整个漂流过程中 多数是在林荫下的小河道里穿行 优点 一是夏天不会很晒 二是平缓地带坐在漂流阀上面 看着周边林木充容的景色 应该也挺惬意的 比如这回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看到漂流的人们一个个都挺嗨的 也不自觉地受到一些欢乐气氛的感染 如果说不足之处 就是这个漂流道相对行程短 不如清远那边的那么刺激 当然这里漂流的价格也比清远的便宜很多 感觉更适合大亚湾居民的家庭亲子活动来玩 看完动态欢乐的项目 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度假区宁静的一面 这也是这个旅游区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处 就是这里有家不错的三间民宿松竹院 这是一个位于三间小溪旁边的大独栋建筑民宿 上下两层客房 总共有十多间景观房间 房间里的设施不错 基本达到了星级酒店的标准 住宿条件挺好的 各种备品也很齐全 有些小细节设计的也挺用心 另外拖鞋舒服 也有个很大的投影 晚上可以看片娱乐 我个人比较喜欢它的大阳台 直面山水景观不错 而且根据房间不同 配置有沙发 吊椅或麻将机等满足不同的需求 从这里看出去 远着可观山景 尽有绿色的树林环绕 下方还正对着山间的小溪水 而下面的沿溪小道 也是我个人的喜爱之处 这里清晨或上午时分水很清澈 在树荫下沿着小溪道走走 感觉是远离喧嚣 心旷神怡 小溪的开阔地带 水中有水草浮动 成群的小鱼游来游去 也是一处拍照好看的地方 我这回在这里散步时 还看到了红青亭和几只小豆娘 在水边飞舞 仿佛一下子找回了童年时光 这回我也基本上把景区 大概全走了一遍 闲逛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里的各类分区 其实挺丰富的 有相当面积可以作为团建拓展的公园场地来用 既有漂亮的小木屋群落 也有包括烧铐厂在内的其他休闲区域 感觉这个景区的原始的底子还是可以的 在三年多的特殊时期停顿后 现在继续升级改造 来让这里的项目还有人气 重新焕发起来 最后是攻略总结部分 碧海湾景区位于惠深沿海高速 小贵出口附近的三谷里 手机导航可以到达 停车场巨大 车位很多 停车费是一次性十元 以景观来讲 这里在大亚湾区域算是一个难得的 很适合亲子游玩的点 又或者来座里住一个晚上 过个周末 在三谷里走一走 放松心情也不错 目前景区入口附近右侧的 林荫大道区域 在新建一个蒙宠乐园 估计很快也会开放了 到时会有不少可爱的小动物可以看 另外这回我在景区外面附近的一个 农家乐餐馆吃了吃午饭 很意外的是炒菜水平竟然相当好 算是这次来这里的小惊喜 属于如果我以后再来小贵区域 可能会专门来吃的水平 一直以来 大亚湾的景区都主要集中在 东面霞虫区域的海边 而西区这边房多人多 更临近深圳的地带 可玩的地方却不多 这里重新开业后 也算是附近难得的一处景点 虽然位于山间 却离城区也不远 这也让大亚湾人多了一处很好的游乐休闲之地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中秋国庆小长假终于来了 在此祝大家假期愉快 欢迎转发 评论 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